我是你的教练 阳神乍神 真是大无语事件 不知道各位羽毛叫二号神没听说 一个深圳的打球的女孩子打着混霜 被对方的篮球员发了个后场 人家直接报警 警察来了 那个美女说 就是这个男的偷我东西 警察说 偷你什么 那个女孩说 他偷我的后场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土味情话 没想到真正的出现在深圳一个羽毛球场里面 我真的是觉得好无语 其实打球嘛 大家开心一点 就是流流汗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上纲上线呢 可能说有的人觉得自己输赢很重要 面子挂不住 但是你们也没为别人考虑过呢 这件事情最受伤的是谁呢 当然是我们全国各地的 组织大家打球的这一群 狂热热爱羽毛球的群主们 导致人家现在群主 发个报名帖 要加一句话 被偷发后场 不能报警 有图有真相 真的 群主太弱势群体了 组织大家打球 对吧 群里面有人受伤了 要探望 群里面打球的人不够了 需要打电话 球一页 告来一来 俱乐部过年 组织大家打比赛 大家吃饭 开心喝酒 交朋友 我觉得群主 才是我们最值得交的朋友 如果你问我 在羽毛球场上 我最尊绩的人是谁 我觉得一定是羽毛球群的群主 我希望各位球友呢 这件事就过去了 就不要再过多讨论了 大家以后打球呢 少给群主添乱 多多交流 能够自己解决的事情 不要去麻烦公共资源 警察都来了 这也太搞笑了 你们有任何的羽毛的问题 都可以扫码 加我的微信 我希望可以和各位成为朋友 我不确定 这样一件在羽毛球场发生的事情 对羽毛球行业发展来说是好事 还是坏事 你们说呢